台北市今天新增二十例確診 北市府也證實市長 辦公室外的駐衛警確診 但強調這個個案 和市長柯文哲 沒有直接的接觸 市府也匡列了十名人員 目前PCR的採檢都是陰性 另外備受爭議的好心肝 打疫苗事件 陣風處完成了調查報告 但是有議員想要看報告 卻被限制時間和場地 副市長黃珊珊就表示 這看秘密資料的時間 是議會的規範 若是有意見 要跟議長寫上 新冠疫情似乎 燒進了臺北市政府 在十一樓負責市長 辦公室安全的駐衛警確診 北市府證實 確有此事表示 已經完成了環境 清消 還強調個案 與市長柯文哲 並沒有直接接觸 也否認蓋牌 柯文哲則指出 這名駐衛警 已經接種過疫苗 從時間序來看 被他自己父親 傳染的機會很低 五月二十九號 就去打疫苗了 理論上是六月十二號 就應該就開始 因為滿兩桌 應該就有抗體了 他六月十九號去醫院 照顧他爸爸 然後六月二十號確診 他是不是被他爸爸感染 答案機會很低 因為沒有理由看一天 第二天就感染了 你說有沒有機會 不答 因為目前的這個潛伏局 要被感染以後 二到七天是最常見的 根據北市府資料顯示 這名駐衛警十八號上班 十九與二十號兩天都休假 發現住院的父親確診 他當天也進行PCR採檢 結果確診 市府隔天緊急匡列十位同事和三位同住家人 目前這十名同事採檢陰性 正在隔離中 而在解隔之前也需要再次進行PCR採檢 而備受正義的好心肝打疫苗事件 陣風處完成了調查報告 長達上百頁 但是被市議員林隱孟 還有邱威傑質疑 報告分為AB版 還限制場地現看半小時 副市長黃莎莎回應 如果有意見 請議員跟議長協商 黃莎莎強調這起案件 正在司法調查中 依法不可對外透露 而不同於疫情剛爆發時 確診數動輒上百例 柯文哲認為公佈足跡沒有意義 但現在案例數下降 向二十五號臺北市本土確診案例二十例 柯文哲指出 要是每天在二十例以下 就可以公開足跡 在科學上 發病前三天 公共場合足跡可以公佈 超過十四天就可以拿掉 記者 郭彩英中之城 臺北報導